作为实习老师或者新入职的老师 我会花很多时间备课 但是很多情况下 即使我好好备课 也很难缓解紧张的情绪 导致课前忘记打印材料 上课的时候忘记下一个课程内容 时间把控布好 不能按计划完成任务 嘿,我是阿图 经常在不同学校待课的 新入职两年的中文教师 作为澳洲当地的注册教师 我为什么经常在不同的学校上课呢 可以参看澳洲教师工作的视频 教中文很难 经常会有两到三个程度的学生 在一个班里 教师备课的难度和准备资料的数量 也会比其他科目多很多 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备课上 我也在不断尝试收纳资料 和准备多元化教学工具的方法 这期视频会分享新老师 实习或者代课老师 除了备课以外 可以用来提高效率的小技巧 包括电子设备 材料收纳方法 穿戴注意试想 必备文件 旧场小物 和多元化的课堂活动 视频的文字本会发布在 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一起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第一个 手表 大多数教室里会用钟 或者电脑屏幕来看时间 即使没有这些工具 我以前也会用手机看时间 有时候穿没有带子的长裙 或者外衣 就比较麻烦 在教室走动的时候 就不能一直携带着手机 经常按手机屏幕 也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现在我每节课都会戴电子手表 可以看时间和日期 而且有秒表功能 做记事类的课堂活动 也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就是这种半透明的文件带 我在中文老师的包包里 有什么的视频里面也介绍过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类型的文件带 文件带里可以放手机 水笔 白板笔 笔记本 学校的规章制度 很多学校会给新老师发一本关于学校的guidline 里面会有学校的地图 校长办公室和其他部门的电话 讲成制度 上课和休息时间等等信息 有些学校会有讲成卡 老师们可以到前台或者打印室领取这些讲成卡 把卡片放在文件带里 也可以放一些用来奖励的贴纸 还可以放一些常用的闪卡 比如说数字 班归闪卡 日期 天气 汉字笔画 详细的可以参看闪卡或者中文老师包包里有什么的视频 还可以放这种随写随擦的迷你小白板 在教学工具的视频里可以找到 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放在文件带里放自己最常用的工具 去不同的教室只要拿一个文件带就可以了 尽量避免了拿一堆东西不方便走路 甚至丢东西的情况 不建议用不透明的文件带 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很不方便 第三个就是这种半透明的文件夹 用来放一些随时可以取用的纸质材料 比如说学校的课表 学校地图 急需复印的材料 会议记录 上课流程 我一般会把学校的课表和地图向外放 可以随时随地的查阅 接下来就是A4纸大小的这种有孔的文件带 准备几个有孔的文件带 放在硬直板或者大一点的文件带里 随身携带 这些文件带很轻 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每一份打印好复印好的材料 都可以放到文件带里 归类收纳 就不会出现找不到材料或者材料散的到处都是的尴尬场面 有自己办公室或者教室的老师们可以把这些文件带放到这些文件家里 而且在带子上写上名称 方便查阅 手工材料 教学资料元件 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收纳 学生的名册打印以后 我会用蓝色的荧光笔标注男生的名字 粉色的荧光笔标注女生的名字 黄色的荧光笔标注班级的名称 并且两个班级的学生名册我会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学生的名字都向外访 确保可以随时看到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而且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统计出男女的比例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标注学生的语言背景和普通话的程度 比如说在家讲广东话 普通话流利 第五个是一个可选项 就是学这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白板 从大学毕业前的教学兼职开始 我就一直带着这块小白板 一面可以做白板写字 另一面可以夹学生的名册 既方便点名又方便写字 有些教室没有讲台 点名的时候也没有硬纸板可以垫着写 第六个是checklist 经常一个班需要准备几份不同程度的材料 中文老师课前的打印任务也随之变得很多 没有看过电子资料整理的同学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补课 我会把备课任务打印任务都记在手机APP里 同时注明班级和打印复印的数量是否才大 复印好的材料马上装进文件袋 我在微博上分享过记录上课流程的A4纸 有同学留言说这不就是课前的教学设计吗 上课前的教学设计会写得更详细 内容包括课程大纲的要求 主题 具体的教学内容 比如说字词句和语法 教学工具等等等等很多内容 上课流程的A4纸 记录的是上课的大致内容 防止忘记上课流程 课堂练习 课后作业 内容不要超过一张A4纸的大小 字也要尽量写得大一些 上课的时候放在最容易看得见的地方 我一般就放在第一排的桌子上 做完一个步骤就打一个勾或者完全化掉 也可以在每个流程上标注时间 如果有听力练习 也可以标注听力练习所在的课本页买 音频名称 学生需要做的事 任何能让你上课流程紧凑 并且看不出紧张的要点 都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述 我最常在微博上更新动态 包括当下的想法 生活日常等等 不过我的富途大多不会有滤镜 如果你依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微博找我呀 最后要分享的是我最近半年 很常在去学校的小屋 以及救了我无数次的课堂活动 第一个呢是这个蓝羊音响 很多叫是有投影仪 但是音响设备坏了 或者根本就没有多媒体设备 语言班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呢 我会用手机连接音响播放歌谣 跟学生一起唱歌跳舞 或者做music chair的游戏 这个音响是由audio和DC接口的 可以连接到其他的设备上 不过它音量不够大 如果大家要给大班的学生播放音频 尽量买大几号的音响 这个太小了 第二个呢就是扑克牌 扑克牌就不用展示了吧 扑克牌的特定花色代表一种角色 或者一种功能 可以做随时卧底狼人杀的游戏 适合所有年龄段 所有语言程度的学生 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生情况 来设定游戏的难度 第三个呢就是手工和填色材料 随身携带难以程度不同的 手工或者填色材料的元件 如果有突发的情况 比如临时被通知要带课 或者有新学生入学等情况 都可以随时应对 具体的课堂活动都会单独出视频分享 最后一个是穿戴 带钻带闪的视频 或者衣物上的装饰 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在学生还没有完全艰难你 你也没有十足的信心掌控这个班级 尽量不要戴耳坠耳钉 还有手链等物品 也尽量不要穿戴闪片的衣服 我确实遇到过很多 连我戴什么手表都要关心的学生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老师戴什么手表 什么样式的耳环 只是没话找话的拖延上课进程 打扰课堂秩序 还要显得自己很可爱 很关心老师的样子 希望以上的课前准备 都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到你 祝你快速适应新环境 接下来是你问我打时间 B站不吃香菜的金牛留言说 你好谢谢你的分享 打算兼职教韩国人汉语 想问一下可以推荐的相关学习视频吗 专门教韩国人的视频 还是教汉语的视频 还是怎么教书的视频 还是教材分享的视频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很抱歉 大家提问的时候 请尽量把问题具体化 接下来是youtube 欧阿耶的留言 现在当博主还得多学几个语言呢 他问的是 学这个专业在国内的就业怎么样 国内对外汉语或者说 汉语国际教育毕业的学生 很多会去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教中文 英语语文 我所知道的教育机构 大多是压榨老师的薪资 有些连合同都没有 如果有同学知道哪家 高薪 其他福利也很好的教育机构 请留言告诉我 不过如果读个研 最好是博士毕业 有机会去高校教书的话 代艺可能会更好一些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如果有不对的 请知情人士留言告诉我 谢谢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看看看看这个小朋友 我录个视频 你咋就睡成这样了 这是手术还是姐姐呀 不开心 看你最近胖的 吃完饭嘴巴都不洗 脸也不洗 鼻子上这一块又是什么 我会想象的 我会想象中心的 我会想象中心的 他们以为是什么